又到了中午了到吃饭的时候了啊 今天是又想吃烤肉又想吃拉面 兰州的凉卤面呀 夏天这个凉面呀 想起来就让人流口水啊 朋友们大家好啊 兰州今天天气不错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了 今天的兰州最高气温达到了26度 比较热 那么今天中午咱们吃点什么呢 今天中午啊 我带大家去吃下兰州的一个特色小吃 那就是兰州特色凉面啊 这家是凉卤面 根据朋友们的介绍啊 这家就在兰州南关的这个民族风味一条街 这儿啊 有一家凉面 它是兰州凉面界已经称王好多年了 那么是不是真的呢 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来探一探 已经来到这家的这个门口了 咱们看门口也坐着很多人摆了很多小板凳啊 这家就是兰州的米家凉卤面啊 现在它已经都准备好了 准备迎接中午高分期的到来 好像是已经没有什么座位了啊 门口的这个凳子上 咱们看都已经是坐满了 大家都吃得很香呀 这凉面是一盆 然后里面的案板上也是摆了很多 兰州的这个凉卤面这个吃法呀 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 这是已经做好的这个凉面啊 呃 也有带走的 咱们看这是店面里边也是做完了人 呃 就说他们家这个鲁子的这个配方已经传了三代人了 这边这个烤肉串 这火有点大呀 兰州都是这种明火的烤肉啊 在兰州好多地方的烤羊肉啊 都是这种烤法 干烤羊肉不淋油 呃 原汁原味的羊肉的香味 他这个中午啊 不知道要烤多少串 反正是我在这站了一会儿啊 他已经烤了四五把子了 一把是二百串 呃 门口咱们还有几个小伙儿啊 专门拿着这个烤肉 呃 然后需要加入的朋友 他就直接把这个烤肉撸到盘子里 这他们家这个鲁子 这个鲁子还看着比较粘稠啊 调味也不复杂 油泼辣子蒜泥啊 还有呃 就是里边就是好像是有芥末吧 呃 兰州的这个两面里边这个油泼辣子啊 一家喝一家都不一样 我也搞了一盘 呃 咱们看这边的这个房间里边好像有座位 咱们坐到里边来吃啊 要了十个烤肉 也是直接撸到盘子里 哎呀 这这种吃法不知道 其他地方的朋友能不能吃得惯 呃 兰州人吃凉面吃烤肉啊 就是这样吃 这烤肉 这么大的块啊 反正是呃 好像也不太热了 咱们把面先挑一下 挑起来 呃 这个凉面也不脱面啊 这个他这个凉面啊 这个鲁子比较粘稠 然后两面调起来的时候这个鲁子啊全部裹到这个面上了 咱们先吸溜一口再说 这家的这个鲁子呀 说香 还真香 他能够卖了这几十年 金酒不衰啊 还是有他自己读到的地方 呃 真的还是很和和我的口味啊 呃 凉卤面和凉面还是有区别的 凉卤面的这个鲁子比较粘稠啊 兰州的素两面 它是呃 那个鲁子比较轻 比较清爽 这一盘面呀 我三下两下就干完了 呃 咱们简单的评几句啊 总而言之这家面馆还是相当好吃啊 它在兰州牛面的基础上 然后改进了发展而来成了兰州的凉卤面 然后再配上这个烤肉呢 它这个味道还是比较独特 呃 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啊 如果到兰州来旅游的朋友们啊 呃 大家可以考虑到这家来尝一下 唐家的特色的凉卤面啊 位置就在兰州南瓜